繼續來看今天的消息 各位這個台北正文外包的這個政務員 他向這個台北市員來認真說 這個公司違反路計劃 不要讓他們家 有更購買給他們討薪水 今天有還有這個正文公司 生意臨的工會幹部出面來指控 說因為他拿到爐工來創出產業 現在這個正文公司公佈訴訟 不要讓他們公告 台北正文公司工會幹部臨性 給他提出自己國家記錄 說自己名字就要參加執體訓練 年後十月日子代表台北市政府 去參加專名運動會 不過正文公司就是不要讓他講到 正文公司找議員上前台北市議員 周圍有表示 因為正文公司工會幹部 最近還有外包全務員 正出產業 正經跟公司打官司還打贏 正文公司沒要讓他還是補苗車完 因為這個員工經常爆料 讓捷運公司的形象受損 為了要修理這個員工 結果他抵制到誰呢 他真正抵制到的是台北市政府自己 不過正文公司回應 因為這個運動中三年代要通車 所有人員都全力到一七七的改端 所以十月份公司的心合較嚴格 十月份開始 要進入非常密集的階段 所以我們對一些公價的審核 我們做一些管制 所以我們認為這是必要的 正文公司也強調 十月份沒有準備公司 有四天絕對不是尖對洗臉的觀光 不過訓練就要開始 不夠連帝教室也這麼困擾 表示要繼續協調想辦法 記者訓練 台北報導